大家好,我是Nicky何師傅 Posh Night 火具之光無限SS3雙身夢魘 除了新英雄羅莎之外,也有兩個英雄特性有特別強化 分別是兵義、兵結之心以及時空義、時空見證者 加上今季有特別升級服務,只要你有心就可以立即60等級直接打圖 為了彌補羅莎需要暖機及不停按特性的一個缺點 決定是一個只按實十取鍵就可以完成遊戲的流派 事都未講完三票的磁裂王就已經死了 變化了羅莎所有家當之後,決定玩一個自動引導、涉念奪式Mind Control 很難讀 流派特色就為你只需要入地圖按一次一個鍵就可以完成遊戲 不但已經完成了遊戲內,所有內容包括活動的黑凡 經過一輪的Puzzle & Tangram 七巧版砌砌之後 更可以單連掉落契靈打爆裝 打圖配合爆炸頭永恆、打王轉傳輸出 磁裂人、對白都未講完就可以收拾東西 絕對是好東西 只要不要跟羅莎比較坦度就完全沒有問題 Anyway,希望可以幫到有興趣了解單連爆裝涉念奪式的朋友們 事不宜前,我們立即進入地圖 Showcase 部分 影片將會以時刻八心空4作為示範 那我們開始吧 時空流勢作為油加第二個英雄特性,統稱時空2 在火具之光較早期需要解鎖才可以游玩的特性之一 基本上,時空1和時空2的英雄特性就是沒有人用 其實很正常的,當時的遊戲機制上還未成熟和平衡 想玩法術高傷害你會選擇月裡 想玩冰火的簡單點選擇吉馬 玩持續傷你不會那麼冒險 畢竟當時的時空2設計上沒有問題,是配套比較差 去到上季開始,收割計算方式開始有所改動 以及持續傷的配套開始被開發 例如神格石板、裝備、技能、傳奇等等都陸陸續續推出 好像上季師傅的復留泥頭車其實都是用上收割的原理 簡單來說,以前沒有人玩是因為真的配套問題 時二世翼,經過了五季的剁磨火具之光無限SS-3傷身夢魘 我覺得自己很難煩,不要剪掉它夠聰明 Anyway,SS-3冰2和時空2都有經打磨 相比冰2的重組,時空2主要是數字上眼性推高 直接變大力仔 同時收割的次序上有極大的改動 大幅度調整遊戲內持續傷的機制 很複雜的,我們無謂講解 總之經過時間的推演 相比以前的時空2,現在的時空2絕對是一個高傷害的英雄 繼續說一大堆廢話 因為影片前的時空2是用上攝念奪式 是一招引導腐蝕法術技能 同時也是一招持續傷害技能 這招的形容詞不需要有太大的懷疑 簡單說就是引導過程中對範圍內造成持續腐蝕傷害 就是直接的 引導越來傷害越高 重點就是引導過程是能夠移動的 技能的機制也是可以造成單件遊戲的主要原因 經過了更新之後,遊戲內可以選擇自動引導 當點擊過一次引導內技能之後 如果沒有特別情況出現 基本上就可以引導到尾 也是技能最強勢的地方 大範圍、可移動、持續傷 絕對是單件遊玩的主要需求 所以將兩者組合起來 時空2配合攝念奪式就可以做到影片效果 迷中步開局發動天賦增傷效果之後 自動引導到尾就可以完結遊戲 簡單直接 但大家一向都很清楚 師傅為人是老實的 流派絕對是有一個缺點 流派缺點就是效益和裝備直接掛勾 你要做到影片效果亂走24-7 裝備、石板、人物等級等均不能少 如果在裝備未上來之前 游泳的難度是較高的 畢竟傷害未到位 如果你要回頭燒一會就已經不夠效益了 反過來說如果後期大量裝備成功組裝之後 可以換上爆炸頭和永恆 拆圖速度是極高的 起機之後如果用手掣玩解放坐在螢幕前面 如果最近有劇上波、有動漫想追、又想龍合火 真是完美的配套 懶真是很能正 大家好,又到了解說部分 我們進入解說之前 以表公正我們首先測試一下 究竟是否可以單連裏做到爆裝的效果 我們首先測試一下 我們有空的技能欄位 大家看到技能只有攝念奪色 即是Mind Control 溪靈方面 我是沒有用上我的毒沒有解藥的 我們只是用上阿潮、黑潮和掉落溪靈而已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是否可以做到爆裝呢 就是我們要測試的部分 這個時空2 它是有一點點的熱戀機時間 因為要做到最大的輸出 是需要扭曲時空去到50點 但是這個時放很快 就不像羅沙是要慢慢撞 撞到那個虛空波才行 那個情況就不需要了 我們慢慢聊聊天 就會去到這個數字了 我們只要等多一陣 等多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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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它差不多爆了 終於可以在30秒的情況下 就做到一個長注爆裝的效果了 其實我們是用了另外兩個蠟燭 你看到我頭遮蓋了 你看不到的 其實我們用了一個法術控制 再加一個優軟 其實技能現在還是三年的情況下才能打到爆裝 其實這一招可不可以說 真的不用蠟燭都爆裝呢 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裝備部分 就更加需要有更高的裝備才可以完成到 如果是要再進一步提高你的傷害 就要留意之後的解說部分 這次的解說部分 我們主要圍著兩個題目 就是為什麼這個流派的傷害 是這麼適合這個裝備呢 以及我們裝備上有什麼需要注意 以及有什麼低配板去幫助大家 就是我們解說部分 最主要想表達的東西 首先我們從背包裝備裡面看起來 裝備部分佔了整個流派的30%左右 就是說你的裝備就算更高也好 重點都是在石板那裡 但是石板那裡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之後才討論 我們用回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 留意一下這個流派需要什麼持續 就是加劇效果 光環效果 盡量高的護盾 以及必須有造成持續傷害時 收割這個持續 但是這個持續是不需要T0的 T0是好看的 一定會比較厲害 不會騙你T0不會變差了 但是你有這個持續就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說師傅我只能夠做到加劇效果是T0 然後其他是T1有沒有問題呢 問題是沒有的 傷害可能會低一點 但是也不是最主要你的傷害構成的部分 構成的部分也都在石板那裡 字幕可能遮住了 但是不要緊 就是這個後續也有技能範圍 那究竟護盾和技能範圍是關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的英雄特性那裡 對技能範圍的增加和減少30% 同時在用於技能效果持續時間 技能效果持續時間對我們持續傷害是會有一定的增加 所以技能範圍也是其中一個可以增傷的來源 同時呢 我們的附加1.5%或1%最大護盾 最大值都會加上時空能量的上限 玩具話說我們的護盾越高 太複雜的 我們無謂要特意講解 就是為什麼這個會燒得越多 魔塔越多 為什麼能量越多的時候 就會做到更多的傷害 我們不要那麼複雜了 總之就是你護盾越高 技能範圍越高 有最能夠最高的加劇效果 以及這個收割就可以做到眼前這個流牌的運作 而所有持續的高低是直接影響你的傷害輸出 不需要想到太複雜 T1行不行 T1一定行 但是到時的傷害比較低一點就不要問為什麼了 Enter轉來到這個流牌的70%傷害來源 就是我們的額外持續傷害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有大量的秩序值 以及我們秩序值為我們提供的額外持續傷害 配合我們相關的裝備 令到我們的基礎傷害提高 再增加極大量的額外傷害 就做到現在眼前這個效果了 你聽不明白是不要緊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必須要留意的 我們會一步一步講解了 師傅的NG很多次了 所以你看到有些嘮嘮嘮嘮的眼神 那些暖暖暖暖就不要太介意了 我們正式開始了 我火聯之後就說我們提供了 側面會複製相關的詞序 我們複製了的詞序就是 沒神類珠提供的 1點秩序值就等於0.12 一場秩序值就是18 所以每一塊石板提供 就是12%的額外持續傷害 包括額外持續傷害 額外法術傷害 額外負弱傷害 這三樣東西都是共通的 有相關的持續傷害 負弱傷害或負弱傷害 都是可以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只是Copy了這48%的傷害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其實就是橫橫雙扣的部分 也是師傅覺得 這個漆口版最好玩的地方 我們因為配合了我火療元之下 它是會增加雙輪石板的新神天賦效果 就變成如果我們沒有用上這顆我火療元 其實我們影響的天賦只有三點就是上面隔離上面這三點了 因為我們的我火療元 都是今季新加的這塊石板 就令到它會複製了我們本身 它一二三四四條次序 那它出在四條次序的同時 就會令到它本身三變成加四 就變成七 我們每樣就會加七 總之我就廢話虧讀了 因為真的好齊多 我們這個組裝之下 這個機體就會有極極大量的持續傷害加成 數字上來看 是應該是700幾%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這個700幾% 因為我老實說 師傅這個錶是抄回來的 我不會想到這麼複雜的東西 這些簡單的東西我還可以微調到 這些複雜的東西我真的微調不到 但是師傅可以做的就是 我Copy了這個流派之後 去理解一下它發生什麼事 然後慢慢微調就可以知道它的傷害來源 師傅是有一個低配版 稍後會示範的 鏡頭一轉就到了低配版的部分 低配版我們改了 沒有用上我的火療元 這顆東西真的很厲害 如果能夠今季還玩下去的朋友們 建議買一顆來砌一個錶出來 因為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們就算不用這顆東西 都可以做到相關的傷害效果 我們有一個低配版 就是用上四顆的墨神雷珠 一個的神聖一個 就增加引渡層數上限 還有另外一條持續是增傷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個群星輝願 都是加相關的持續傷害 還有這裡我們只是一個萬戒如常 這個厲害的版用疾除 再加萬戒如常 這些真傷的天賦是沒有用上的 我們在天賦裡面可以改一改 就是改回這個 因為我本身有疾除 沒有了 我會用相關疾除 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還能不能夠打出一個高的傷害呢 燒緊的 大家看到那個傷害的頻率的確是低了 但是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我依然都是一年的狀態 三年 如果你計算那兩支蠟燭的話 我們都是會打到一定的水平出來的 我們只是一個單連的情況之下 依然都是可以打到現在大家眼前看到的傷害 就是大概都有200billion 即是2000億左右 我們要老實點這樣看 我們一去到大概可能250billion 但是我們是單拿的 如果我們用回最正常 我們應該有的傷害呢 無緣無故單拿的 單拿的就是單純 或者表現的傷害很高的 對個實際打圖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用回最正常 即是一個人打圖的水平 其實你依然都可以是有正常狀態之下 你都可以做到這個爆裝的狀態出來的 所以綜合來說 我跟大家講解了 我們開始用一個一連 再用一個完美的石板 再加相關的裝備 就可以做到這個單拿的打爆裝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師傅我沒有那麼多錢去賣 而被人炒貴了我火獵之下 因為師傅是用5000火買 現在就已經去到9000了 如果你未必完成到 那就不要緊的 你好像師傅眼前那樣 你用一個低配版 再加相關的正常 你應該要有的詞序 越高當然會越好 同時 利用回正常型的邏輯 就是你一定會有六連 對不對 你未必有這麼漂亮的蠟燭之前 你可以只用一個法術控制 再加 總之你儘量把它變成八連 其實你跟影片的效果是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的 就是 你只需要正常的裝備 你依然都可以打到一個高傷害爆裝的水準出來的 再加上我們現在只是用掉落的契靈 換句話說 這個流派的上下限都非常高 亦都非常吃重你的裝備 那今天的解說部分到此為止 我知道這個解說部分非常短 因為中間經過生戰 同時要講話是可以講到半個小時也可以的 但是 這樣講就沒有人了 那麼長時間你都不會看完的 對不對 Anyway 文字補完你是會有足夠的資料去補完你需要的詞序 有些什麼石板 另外一個砌法 以及 還有我們這個一鍵的推薦 你將會看到師傅另外一個創作 等我完成之後你就會看到 那今天的解說部分到此為止 片尾就會送上一個打王的片段給大家 那就 是這麼多 希望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如果你覺得何師傅的影片有幫到這些說話 請立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Page IG 和取得最新的資訊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我就懶得在後面再錄了 就這麼多 二到 130 二 兩 妖 二 三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